資料如果已經做完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希望再把剛剛的資料 做一個統計分析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像上個禮拜做的 成語的數量查詢 我們可以先做什麼 先用比如說 儒家裡面常提到的就五常的概念 五常的概念Google查一下 應該也有相關的維基百科 裡面就有提到 反正就是仁義理智信 然後三綱五常裡面其實都有提到 所以我們基本上 如果想要知道輪雨裡面出現這五常的數量 如果我們假設先做個初前的統計分析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很簡單 其實可以利用之前我們用的一個 應該還記得吧 可以用一個conif有沒有 算它的那個數量 那conif的話 當然你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統計一下 從哪裡呢 從這個工作表 輪雨的工作表裡面 的C2到 不應該是C 底下應該是502吧 如果不知道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 你可以先切到這邊 然後游標先放在C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等一下我按確定一下 然後可以把這個範圍給選起來 就是這邊的話 或者是你加一個冒號好了 冒號到哪裡呢 到C的應該底下是502吧 我印象中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再查一下 ctrl向下 剛剛這個ctrl向下怎麼失效 我看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它沒動 自己打好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輪雨 這個ctrl向下 這個ctrl向下 可以耶 502啦 所以改一下 改成502好了 所以我們跟他講說 幫我算一下 在輪雨裡面 這個範圍之內 如果出現人的數量 幫我統計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出現人的段落裡面 我們算段好了 以段當成單位 裡面總共有59段 有人的 那有義的話 所以像一下填滿 其他就統計出來了 義大概20個 理的話大概44個 所以理其實也相當多 那智的話 如果你打那個智商的智 它好像沒有 所以我把它改成之 不過我不確定說 這個智 是不是還有 除了智的意思之外 有沒有別的用途 如果有你可能要把它剔除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如果打這個智的話 以這個來看 好像數量是最多的 那至於說 我怎麼再去細部再看 然後你可以用剛剛 我們給各位的那個 那個程式有沒有 那個程式部分 你可以再去查 智在哪邊 那你可以配合剛剛有沒有 在哪個地方 你可以格式化這個有沒有 輸入一個智 當然 輸入一個智 按確定 他就幫我格式化了 所以看一下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細部 自己再去看 不過這個是有紙約 OK 這個是不是智的意思 這個可能要細部自己再去 這個應該是 人不知而不韻 這個應該不是智的意思 所以這個可能要 所以細部也許你就是再往回 再看一下 這個當然我只是出錢 那最後後面的話 你可以再繪製出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統計圖表 那這個繪製統計圖表很簡單 你就是游標放在這個表格上面 記得喔 上面一定要藍位名稱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插入裡面有一個建議圖表 建議圖表裡面的話呢 它會顯示第一個 我們用群組直條圖就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這個直條圖很快就幫我顯示出來了 然後你這個上面的藍位名稱 那我就把它改成叫做 五常的統計圖表 把它給它一個名稱 那並且喔 最後呢 你就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像出體字啦 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大概20號字好了 OK好 那像這樣子就OK 所以喔 那個其中報告 然後喔 類型二的話喔 當然 重點一 就是把輪 比如說類似啦 以輪語為 那你可以換一個 你不要用輪語啦 因為輪語上課講過了 你如果再做 感覺好像喔 你換一個 但也不要說字數太多了 太多的話自己找麻煩 那太少感覺好像有查沒查 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像老子就五千個字 五千個字 其實也可以啦 反正你至少 可以拿來查查看 做練習喔 然後主要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東西我需要 第一個的話 就是把 這一個 把它放在Excel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利用那個篩選部分 可以讓我做查詢 所以這個程式 雲端上都有啦 你直接貼上去 並且加上按鈕 然後呢 最後的話 你可以把查詢結果 把它列在這個後面 這個可能要手動一下啦 因為其實可以自己寫程式 只是說因為那個程式 相對比較複雜一些些 那可能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這個 這個資料 上下好像有很多空白 那怎麼辦 其實教各位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Ctrl-Shift向下 先把它選起來之後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有沒有 把對齊方式 原來是數值 對齊方式裡面 記得水平是靠左 垂直的話靠上 然後記得一定要自動換列 如果有自動換列 就不用打勾了 按確定 它就會自動幫你弄好了 那另外君子怎麼辦 君子也做過了 OK 那就是把你要查的東西啦 也許把它查一下 然後畫個圖表 然後最後的話呢 寫一個簡單的心得 你可以把這個圖 也是把它Ctrl-C Ctrl-V貼上 好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其中報告的話呢 理論上就是有兩個類型的方向 讓各位去選擇 你可以自己選一個 自己比較有興趣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這個啦 今天這個練習啊 基本上 論語的這個部分 我想就給各位當成是練習 然後 試試看好了 OK 然後 再來記得 那個下個禮拜 那個期中報告 可能記得要按時繳交 下個禮拜 那 截止日期的話就是 下個禮拜的凌晨12點 就禮拜四的以前一定要繳交這個作業 那我們作業部分的話 佔30%喔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高分的話 不外乎就是其中 其末 其中跟其末 各佔30% 就60分的 然後 平常出缺勤 記得來的時候 請你用App 稍微點個名 然後再來就作業 作業的話呢 就是我們如果上課的話 有做你就把作業交上去 記得有一點喔 記得 不要把你的作業借給別人 因為如果 我發現有同學也是這樣 就是 兩個同學交的作業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如果也是一模一樣的作業 那以前還會想說 到底是誰抄誰 現在都不管了 反正如果有一樣的作業 如果兩個一樣我就除以二 就是你的成績 就會拿到一半的分數 如果三個都一樣的話 那就除以三 一樣會有分數啦 就是說你借給別人的話 那你的分數可能會銳減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